奥巴马胜选之后一起来看看台湾最新公布的出口数字衰退了1.9% 预估在全年年增率将会衰退2.5% 成为全亚洲最低 现代的经济学者纷纷建言说 美国争护了选举压力 反观台湾还陷在泥巴当中 排阔周年庆第一天 贵妇排队抢买折扣保养品往往杀红眼 不过看看今天的买气 开门之后的排队人潮 跟去年级的满满满的队伍相较 怎么好像买气稍微差了些 明明马政府要拼经济 怎么光看消费力成绩就不如预期 10月底主计处的预估是负成长2.5% 不仅如此 10月份的海关出口数字更衰退了1.9% 今年一整年预估会衰退 2.5%是全亚洲最低 看看作为经济橱窗的股市 在3月份公布证锁税政策之后 杂权指数一路下滑 市值蒸发五兆不说 成交浪每天几乎不到600亿 股民怨声再到 马总统却还是坚持 政策如此上路 郑教授税尔已经到年底 我们初估大概转收了512亿 那么明年的预算 也减列了将近三四百亿 已经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建言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有这个机会 听一听大家的声音 马总统在他当选的时候 也有讲过他要尽数跟朝野政党 要来对话 但是已经到现在已经将近一年了 我们还没看到 从消费信心到出口数字 台美相较财经状况都很险峻 但奥巴马愿意倾听民意 在总统选战中险胜 反光马总统不知道何时 才能走出泥造 端出政策良方 让民众再度对未来 也有信心 年代新闻综合报道